完美世界,又有两位美女出镜,青年10号成功拿下,害怕莫伤看傻眼。 为了前往昆鹏潮,10号这次可是和小老托芸汐一起出发的。 不过,事情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,因为陆飞也会出现很多阻碍10号聊妹的人。 这第一个就是青云,青云是化灵敬高手,这家伙一直对芸汐有点意思,可惜她不是10号的对手,后面又出现了一个海神后代莫伤,她又是一个不知天高的后的家伙。 万万没想到,在探寻昆鹏潮的旅途中,又有两位美女出镜,青年10号成功拿下,害怕莫伤看傻眼。 为何我们称之海霸莫伤呢?还不是这家伙自以为是海神后代就很了不起,自以为自己是海上一霸? 还是先来看一下这次海霸莫伤,这家伙的实力还是比较强,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化灵境极境。 为了争夺幽灵船,莫伤出场就吼着要饶尸浩一命。 我们浩哥什么时候怕过,尤其是面对别人威胁的时候,曾经那些威胁自己的人,现在坟头草都两米多高了。 所以不服气就打,打了再说。 不过,一开始的时候,10号大莫伤还是比较吃力,毕竟对手的境界还是比较高。 后面10号就要突破了,这次突破就厉害了,因为10号直接将10个洞天完美融合,融合之后就变成了强大的无上洞天。 与此同时,10号的外貌也发生了改变,青年10号出场了。 万万没想到,这次还有两个美女登场。 这第一个美女就是10号和莫伤打架的时候出现的人鱼美女,毫无疑问,她出场之后,多少会帮助10号? 谁叫男主的魅力大呢? 这个美女就这样拿下了,估计莫伤很不服气,但是也没有办法。 虽然莫伤是海神后代,但是她应该也受到了某些制约。 接下来就是青年10号和美女一起吃烤肉,10号估计成功拿下了幽灵船,这个妹子可能就是折幽灵船的那个神秘女主。 动画形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,不过妹子看起来挺漂亮的。 看看这排场,10号直接和妹子一起吃烤肉和烧酒,看样子,这个妹子又被10号成功拿下。 小伙子还真是不简单呀。 事实上,10号改变形象之后,青年10号变得帅气多了,至少看起来越来越有大人的味道,之前始终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屁孩嘛。 不过,就动画剧情设定来看,火灵儿和芸汐都是10号的老婆,至于其他美女,她们都只是过客而已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